大家好,这里是大石头解说,我是段小宇,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小伙背着棺材行走江湖十年,锁刀之处失衡遍野 凡是碰过棺材的人,无一生患的电影 话说,天下第一药师书彧念之初一味神奇丹药 持药可生,死人肉与白骨,但药性极其不稳定 如果心存悦念,便会成魔 赤念门掌门为了得到持药,派人追杀书彧 书彧知道拦逃持截,便把药给了夫人三娘 索性被好心人赵无一和阿夫所救 为了报答他们,三娘把药都送给了他们 也因此让他们惹祸上身 掌门很快抓住赵无一和阿夫,还杀掉了阿夫 因此得到了丹药 赵无一看到爱人被杀,愤怒以偿 大斗中,撞翻了装着丹药的盒子 他满心悦念地吞下一大口的丹药 赵无一瞬间成魔,功力大增 随后,血洗了赤念门以及掌门全家 因此之际,掌门的夫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把丹药的儿子推到江中,顺牛而下 因此逃过一劫 从此,赵无一把阿夫装入关中 背着棺材行走江湖 说道之处,寸吵不生 见人杀人,见佛杀佛 想依靠邪术来保存阿夫的肉体 希望能让阿夫起始回生 这一行走就是十年 曾经侥幸豁民的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 他当年被一间世面的和尚捡到 从此收留了他,还给他取名为江牛儿 从那之后,江牛儿每晚都会做噩梦 噩梦的梦境正是当年一家被屠杀的场景 为了缓解江牛儿的痛苦 方丈用法术封印了他沉浸的记忆 如今,寺庙以降妖楚魔为己任 薄一方抬拼 哪里有妖魔出现,哪里就有和尚的身影 可方丈一直没有将降魔术交给江牛儿 因为他六根位清静 而且身负血海深仇 万一让他想起沉浸的诏域 后果不堪设想 这天,镇子里又来了魔 在江牛儿的遗再要求下 方丈终于同意 师兄带他一起下山降魔 在两人还没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一对表兄妹驱魔人 已经跟三个魔打在一起 但他们继不如人 很快败下阵来 还好师兄及时赶到 一套牛里的棍法 就达到三个魔跪地求饶 成功收复了他们 也就在这时 表妹确认出了江牛儿 她很是开心 娘儿已经十年未见 原来小时候娘人就是好友 表妹经常被怀孩子欺负 每次都是江牛儿挺身保护她 慢慢娘儿的关系跨越了友情 还试下定了终身 而这件事也唤现了一些江牛儿的记忆 她又看见了自己全家被图的场景 刀带也开始疼痛起来 师兄急忙施法 这才缓解了她的疼痛 另一边 赵无意正背着棺材 试处屠杀 说道之处 无论好人坏人 只要她看见的人 无不死在她的寒铁双刀下 而她下一个目标 正是江牛儿说出了小镇 表哥率先得到了消息 为了拿到悬赏 她带着几个小弟 在半怒拦截了赵无意 想要杀了她独得赏赢 可她太高估自己的实力 赵无意只是灰了灰衣袖 她的小弟全部被秒杀 表哥健壮急忙杀鸭子就跑 不能白白丢掉一条性命 这边 表妹在得知江牛儿的遭遇 和她已经被封印之后 每天都来陪她 严儿一起逛街 一起抓摩 一起喝酒 渐渐的 表妹也唤醒了江牛儿 大脑身处一切记忆 她想起了全家 被赵无意屠杀的那一晚 仇恨占据了她的全身 终于她下定了决心 跟着表妹一起行走江湖 学习降魔术 临走前 她跟三娘吃行 原来当年江牛儿遭遇变故之后 方丈调查走访后 知道了全部事情的经过 她找到三娘 知道她心存佛性 于是把江牛儿托付给三娘收养 三娘深知 这一切的因果都跟自己有关 从此对江牛儿照顾有加 今天得知 她已经知道了以前的事情 而且还要去学习什么降魔术 为家人报仇 三娘一万个不同意 她知道赵无意的功力 更知道丹药的厉害 江牛儿这一去 一定是凶多吉少 怎么都不同意她离开小镇 要她在寺庙里潜心修佛 可江牛儿去意已决 最终还是喊累 告别了三娘 表妹遭遇在城门口等着她 既然方丈不愿意教她降魔术 为了帮她报仇 表妹打算带她朝西方而去 既说越是往昔的东西 降魔的技术越好 他们打算去那里学艺 与此同时 赵无意已经到达了小镇 小镇上失衡遍野 没有一个活口 寺庙的师兄很快得到了消息 带着几名弟子就往镇上支援 中途正好遇到了 要去拜师学医的江牛儿 在得知事情原委后 江牛儿立马改变了主意 调转方向向镇上而去 师兄弟们很快和赵无意打在一起 然而这个魔可不是三角九牛 师兄弟们联合起来也不是她的对手 而看到仇人就站在自己面前的江牛儿 再也按捺不住 不顾危险要杀了赵无意 就在赵无意飞出双刀 要接过她的时候 山娘及时出现 挡在她的面前 替她挨了这两刀 看到山娘的赵无意 也是悲愤以偿 当时要不是好心救了她 自己和阿夫也不会阴阳相隔 想到这里就要大开杀戒 姐眼看不是对手 一流烟地跑回了寺庙 回到寺庙的江牛儿 再次请求方丈 教她降魔术 但方丈认为 她被仇恨占据 不适合学降魔术 什么时候放下心中的志念 再把降魔术交授给她 可眼看仇人就在自己的面前 江牛儿已经没有时间 再去等待 她悄悄离开了寺庙 在表面的建议下 两人一起找到表哥 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战胜赵无意 既然通过分析得出 赵无意虽然武力高强 但她一定有直接的软肋 那就是背上的棺材 只要从她的棺材下手 一定能搞定赵无意 说完三人就在树林里 开始寻找赵无意的中绩 果然赵无意就在这里 她小心翼地在树林中穿梭 生怕弄化了背上的棺材 就在这时 山突然向她发动了攻击 朝朝都向着棺材而去 江牛儿一把剑 正好射中了棺材 这可惹入了赵无意 她满眼怒火 起了杀心 三人齐心协力 都不是她的对手 豪在危机关头 师兄杀到 用尽所学 弄坏了绑棺材的铁链 赵无意无心念战 只想保证棺材完好无缺 因此几人得到传息的机会 趁此机会逃了现场 回到了寺庙 可师兄因为受伤太严重 最终没有抢救过来永远闭上的眼睛 江牛儿非常自责 她向方丈忏悔 正是因为她的奴莽 才让师兄招烂 但方丈并没有责怪她 认为这都是天命使然 事到如今 她也对江牛儿 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把当年的事情 向她河畔托出 江牛儿这才知道 自己一心想要保证的仇人 原来是被自己的爹 害成这般 赵无意之所以变成这样 完全就是自己父亲 一手造成 原来自己的一家 才是赵无意的仇人 得知真相的江牛儿 似乎放下了心中的质念 在方丈的剑意下 剔发为生 顿入佛门 接替了师兄的衣钵 从此潜心念佛 不问世事 方丈见江牛儿 终于放下了心中的质念 故把她带到了佛塔 佛塔里面记录的 正是小魔术的心经 让她在里面闭关修炼 就这样 江牛儿告别了一只 爱着自己的表妹 轴近了佛塔 从此闭关修炼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另一边的表哥 依然不死心 干不过赵无意 她带着一群手下 对赵无意突然袭击 采用声东机器的战术 顺利地抢到了棺材 余怒背着棺材 来到了寺庙 这棺材对于赵无意 意义非凡 她穷追不舍地 杀到了寺庙 干掉了表哥 夺回了棺材 方丈和三娘 闻声赶来 方丈劝赵无意 放下心中的仇恨 阿夫已经不可能再活过来 如再不放下心中的质念 她将会万劫不复 三娘也在这时劝说 说一切都是因她而起 希望她能终结赵无意的仇恨 赵无意本就恨透了三娘 要不是因为她 也不会变成这样 二话不说 就要杀了三娘 此时一个小罗汉 从听而讲 重视学成贵来的江流儿 只见她一套棍法 耍得心云流水 赵无意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还把她的棺材 打翻在地 阿夫也掉了出来 赵无意急忙跑过去 抱着阿夫痛哭流涕 渐渐的 阿夫化身为一具白骨 赵无意终于接受了事实 她的阿夫永远都回不来了 慢慢的也恢复了理智 放下了心中的一切执念 恢复到了最初的模样 之后赵无意把阿夫 埋葬在一个三清水秀 环境优美的地方 从此放下心中的仇恨 过上了平淡的生活 而成为小罗汉的江流儿 也告别了表妹和寺庙 踏上了前往西天取经的道路 她要取得真金 普渡众生 这一路非常艰险 到处都是妖魔鬼怪 听说会有三个徒弟来保护她 但具体是哪三个 我就不知道了 这部电影骨头蛇尾 人设糟糕 最后的打斗 莫名其妙 这部电影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觉得只能告诉我们 要远离网大 还有那尴尬的演技 简直要把我的智商 按在地上摩擦 好了今天到这里 请愿让我打舌头